你好,财经揭露 你好,我们继续说说港股 我每个星期做财经揭露都找到一些东西 我们一直都说,港股A股比美股好 但是我看一看的时候发现一件事 原来市本身有些炒股不炒市的感觉 如果大家买股票不是主题 甚至上在这个环境里处于一个不利的环境 其实股价卖向都蛮严重的 我今个星期找了两三种股票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分享其中一种 很多人喜欢买的 我们看看香港的公共股指数 HSU 这幅图就严重了 这幅图是八年的图 现在走到那个位置 就是有机会创八年低位 公共股不是买来收息很稳定的吗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呢 对不对 第二件事 我们看看这个 我们抽其中的Member 有没有2号的报价 有有有在 73元 那就是52周 他都穿了52周低位 星期五 那就是市盈率是21倍 是很贵的市盈率 所以分到的利息都是4厘而已 因为他要公共股股 他要派息给股东 那我们看看2号仔的幅图 大家都明白 中电他始终都是 他加价未必那么容易 有政府管制 但是另一边 他进入的天然气 或者是煤炭 其实国际市场是高的 是啊 那这个2号仔 又是三年的图 抱歉了 已经洞穿了三角 现在正在探底了 OK 那问题就是 其实如果说起 哪些股票稳固 很多人会说2号仔 很多人会说香港公用股 用来收息而已 这样 但现在的走势是这样的 你收息就打算拿它几厘而已 但是他的波幅 一浸下来就十几个% 是吧 那 肉酸的 那我看另外一只 又是相透很多人的心 3号仔 那其实上次急跌完之后 今次又继续跌 跌到的就是8年度来的 何志光这一只8年度来的 那 7.5那边呢 就是8年低位 那现在就是8元左右 003是不是煤气 003 煤气 嗯 那 何志光你说得对 啊 啊 就是首先啊 这种行业在滞胀的环境里 就不 就不是很着手啊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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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升是令到他们有打击 因为他们加价不是那么方便的 要等政府批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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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那件事就是 如果你的市盈率只有10 11 那 那 那 我都 我都觉得 嗯 嗯 一半半啊 因为你的市盈率低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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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 那 那 你买的货品给平民百姓 他们又没什么做又开工少 而且打劫 美国境内现在很多人打劫 他们那些Wallmart的人 你去抢东西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抢 所以就有去抢 抢完就要抢保险 但保险公司看你抢得多 他又加保费 当然啦 所以搞到他们的业绩很差 因为你来不是买东西 你来抢东西很多人 是 这些真麻烦 是 所以在滞胀的环境里面 因为这个滞胀本身上次出现 是1980多年 有40年的历史 现在再次慢慢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的滞胀 我们知道的 好像我这些知道的 就不是因为亲身经历 是吧? 80年代70年代 穿着开浪裤 周街走 还是学生 是吧? 但是纯粹是看书 我们知道 由这些历史的书里面 我们看到 那时候的滞胀是怎样的 那滞胀对这些公司 是有影响的 而且市人都高 那是怎样的? 还有一个情况 真的要想一想的 就是 现在 利率是这样 向上的时候 人家投资者就会想 我买一个4厘香港的公用股 它的PE是十几二十倍 就是跟我去买一些国家的债券 那些债券 就一直在下跌 但是价值是在上来 根本上就有机会 害过你这个4厘 到一点的时候 它会不会是 沽出这些公用股 而买入一些其他国家的债券 或者公司的债券 当债券市场稳定的时候 所以形成这些股票 虽然恒生指数在做底 但是这些股票的样子 就真的令人担忧 加上也是因为 很多人觉得是收息安全的原因 而认为它稳固 所以买入这些东西 何智光 现在身边 其实有些什么是高息的 你觉得 也稳妥的 我想到就是中国的国债 还有俄罗斯的国债 我也觉得 我想想想想 我觉得俄罗斯国债信得过 因为它现在好像 穩打穩扎 又赢 但是又 进展慢 但是它这样搞下搞下 油价又升 那买去国债可能 都想得过 因为看着那些 劳报 现在是56 由50几跌到60几 60几 又升到50几 大佬 俄罗斯一向的债券 都是高风险 高回告的债券 它的股票市场都是高风险高回告 因为太多国债国债 很多资源国家说 跟俄罗斯搞新支白 一起去抢夺资源的定价权 可能可以的 现在全世界都开始跟你美国佬唱反调 还让你控制资源价格 我们自己主要 俄罗斯想得过 我这样想 绝对是有趣的事情 小弟也之前买了俄罗斯的ETF 结了一半 但是我又不是太过担心 因为普京是真的辣过他 他走去封了个墙 我大概盖了他 不准玩 现在形势改变的时候 将来链开的时候 鸡仓夹到飞起 我想 会不会像俄司努布那样 如果香港的墙能够高于四厘息 能够跟到国策的话 其实很多选择 你觉得工商银行稳不稳定? 不稳定 稳定 起码国企先 建行工商银行 那些全部都 要什么 特意找一样东西 是叫做稳定的公用股 不需要 对吧 中移动都合乎国责 利息都高过他 对吧 所以大家不要有这样的偏见 觉得某样东西 牌头告诉你高息 那我们就躲起来做 真是 熄自头上一把刀 真是 现在这个年代 跟着 我们看看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就是澳门的银河娱乐 那幅图又是去到一个很重要的 这幅是百年图 三十七元 看看能不能收到 最近有一次说他有几间赌场停止运作 对啊 对啊 因为政策来的卫生场 实际间 这间就比较复杂 好像澳门的赌牌就来公布 究竟是六个赌牌还是少一点呢 估计他一定有份 如果他不是六个赌牌 是出两个赌牌是德海和澳博有份 那他会怎样呢 我真的不知道 对啊 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搞来搞去 就是我刚刚临络这条片 之前看见澳门的市况 巴德斯坦都得到这样 对啊 所以我就怀疑不是六个赌牌 嗯 长远东西方关系不好 那些外国不会这么来澳门 来少了不如不要发这么多 如果缩到只有两个赌牌 那他的股价会怎样呢 但现在还未知最后结果 发六个赌牌 对啊 也很大变数 他这个股价真的很大变数 对啊 那我最后再说另一个 恒生银行11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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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见到这个八年图来的哦 又打不起哦 恒生有几样东西呢 如果我等到我的了解 嗯 他们有一些的债务是一些国内的公司 所以变得更多一点,第一,第二就是这些港资银行,汇丰和他两个 其实这些组织都相似的,会不会现在香港的环境对他们的关系有影响呢? 或者他们做了很多的按揭,会不会有压力呢? 接下来会加息,所以你会看到香港这些人行的走势,不同国内人行的 也都是南美村委,但是都是有些危险的 我们看汇丰,何智光说不差在,八年的图这张,说是威晚的 这张八年的图,其实不要介意,这张汇丰变了一只妖物似的 波幅又大,变了狮子妖,股价,每一转波幅很大 但是它是一底,低于一底的 现在来到这里,何去何从呢? 加息会不会影响到它呢? 或者地财市道不顺利的时候 或者现在那个商铺的环境不好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它呢?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风险来的 总之就是,现在的股市 你要在里面获利,就要买对股票 买不对,就是亏损 一点都不要玩,OK? 何智光有什么想補充? 那我们都一句说完了 就是,如果对港股的话,我想都是要看看李家超上台 有什么政策 会不会是建屋啊,各样东西都可能会 一上台就公布一些更多的政策 很难说这一刻你去下注 你还有十几天就到他上台了 如果我们做节目20号出街,就还有十天 没理由在这一刻下注的 我觉得起码都要看李家超上台 或者不同的局长会先说什么 可能什么都没有说 会不会有通关啊,各样东西都可能会快通关的 去上台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清楚的时候 不应该这么快下注 因为股票就不是叫大家下注 我们由这些股票的走势 会看到前三个月至半年的市值 所以有些大事发生的时候 股价可能会有些反应的 这个礼拜我们都抽点时间 可以讲一下地产股啊 或者地产啊,没有时间啦 以上纯粹吹水啊 没有投资意见,OK? 好,那就是这一节 拜拜